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投资的500多亿元 高铁就得面临破产 这到底是一笔什么样的烂账 已经营运了八年的高铁 目前每天平均有13万2000人次的乘客 远远比不上当初高铁公司自己预估的24万人 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停滞 或者连外公共运输没规划好 还是因为票价太贵呢 而且除了运量之外 高铁站体的开发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 但高铁拥有开发权的桃园 新竹 台中 嘉义跟台南等五个车站 为什么八年以来都不见具体的开发成效 连好不容易启动的竹北站影城开发案也临阵喊咖 大家也想问预定今年七月份完工的南港 苗栗 彰化 还有云林等四个新站 加入营运之后是否能有加分的效果 因为我们知道彰化和云林是农业县 在地搭乘人口本来就不多 想要靠商务或者观光客来支撑 有可能吗 过去几年因为高铁抢生意 国内航线陆续停摆 台铁也区间化 但是现在高铁乘车的时间拉长 不比以前方便 政府对西部运输的整体政策究竟在哪儿 而在历经蓝绿两党执政之后 已经被政治化的高铁又该怎么救 以下是独立特派员的分析报道 运输不足 现在的运输只是当初运输预测的50%到60% 厂站开发喊停 这个开发案就被搁置掉了 我们是觉得有点可惜 南港 苗栗 彰化 云林四个新站加入之后 对高铁是加分吗 增加的量跟我们所增加的边际的成本比较起来 边际的应用成本是增加的 高铁如果收归政府会不会台体化呢 政府接手才有办法让高铁有它的威力 我们的政府向来是不懂得人民的需求在哪里 立法院朝野封杀高铁的采改方案 叶匡时为了政策负责下台 基于政务官为政策负责之理念 本人即日起请职交通部长以示负责 高铁要怎么救呢 傍晚时分 蔡志浩结束台北的工作 准备搭乘5点30分的直达车回高雄 因为工作需要 蔡志浩一个礼拜平均搭两汉以上的高铁 是高铁最典型的客群 那有一些是我去做教育训练 我去企业内部讲课 通常也是一天 有时候是半天 那还有一些就是顾问咨询 也是到一家企业里面去 有高铁之前的人不太能够想象这样子的工作 跟生活的结合 那我可能就必须搬到台北 那这几年我自己觉得说 这样下来还融合的蛮好的 曾经在大学教了十年书的他 2007年高铁上路之后 跟着转换成误问性质的工作 除了应邀演讲 也进入企业提供咨询 高铁一日生活圈 让他可以驻高雄 穿梭在全台各个城市 为什么要拍拼呢 好像这么多年来变成一个习惯 习惯拍下来自己吃个要吃的东西 回过头来看自己照片还没有意思 就是说 不只拍便当 这八年来蔡志浩也拍下高铁沿线四季的变化 累积了上万张的照片 还发表文章分析高铁运量问题 主要在于公共运输不发达 产业发展遇到瓶颈 因为工作需求 他到过每一个车站转程 桃园龟山尤其特别感受深刻 高铁站桃园站 搭公车到桃园火车站 再从桃园火车站搭公车到林口长根医院 再从林口长根医院搭计程车 或者是再搭一班车到目的地 全程要两个钟头 回到左营已经七点多 蔡志浩选择自己开车 不转秤接驳车 高雄市观光局告诉我们 一天进出左营的旅客 大约是三万五千人 观光客以目前我们了解 大概占差不多两层到三层左右的一个比例 全长345公里的高铁 目前只有板桥 台北 高雄 三个站由三铁共购 左营的腹地虽然很小 但是可以直接由站内转称台铁新左营站 为了方便高雄来的商务客和观光客 接驳路线包括西城快线 哈佛快线 墾丁快线等好几条路线 高雄各景点一年西营的观光客 超过3500万人 当他扶着纪念馆我就有800万人次 这样的观光人潮 似乎无法反映在高铁的酝酿上 从台北到高雄现在是1600 1630 一家四口来回 来回是3280 一家四口就这样子就一万两千多了 他从台北到高雄 如果开车 现在电子标价一趟来回差不多一千块的过渡费 新建56万人次 而高铁则只有13.2万 原来财务的预估里面 希望用运量来占它整个营收90%这个目标就变化达到 在高铁新建之前 我们要到达这个18万人次基本上都很困难 的确是很不容易 根据交通部在上个月提给立法院的报告 预估到民国122年才有办法达到18万多人次 156年才能提高到20万4千人次 怎么办呢 那我同时也要呼吁 我们西部总统需要更好的公共运输的服务 高铁 台铁 整个怎么来合作 连外交通怎么样做好 不要多 50% 转移成公共运输的话 其实我们也不需要查改方案 但是有这么容易吗 除了营运 高铁可以发展的五个厂站 桃园 新竹 台中 嘉义 台南 都没有看到具体成效 这个大概就是从以前开始收集 然后大概有时候 觉得工作很无聊的时候 就会让他跑一下 那你会觉得蛮有趣的 然后可能就跟 感觉去到那种日本的那种感觉 无恙是室内设计师 高铁跟新干线迷 工作室摆了一套缩小版的新干线模型 对新干线有深入的研究 拍了不少照片 墙上则是他受邀参加高铁活动的采访证 目前这个就是N700 它就是专门跑东海到新干线 然后台湾高铁的列车就有点 跟它有点类似的系统 我很喜欢坐在这个地方 它给我感觉就好像是在列车的操控室一样 早在高铁还没有通车之前 无恙就开始拍照做记录 最近高铁采改问题 吵得沸沸扬扬 无恙以高铁八周年为题 拍下两组工作人员的照片 帮他们打打气 日本它可能所有的JR的路线 它都可以共乘 我拿这张PASS券的时候 我可以重复去利用它 它便利性的话很大 它甚至它可以坐JR巴士 或者JR的轮船 那台湾高铁这个部分 可能可以再多加强一点 喊了好几年的高铁站体开发 过去无声无息 好不容易去年二月 高铁前董事长欧静德才宣布 要在竹北站推出新竹站影城开发案 无恙也受邀出席记者会 但后来却喊咖 我们看到前面这一块 它整块都是高铁用地 当初他们我受邀的时候了解 就是它经过整个整体规划 就是它运用变成 就是一个影城跟沟商圈 积电面积大概是2.1公顷左右 它的量体大概是地上三层 地下是一座一层 这几年来竹北高铁特区的周围 大楼一栋一栋地盖起来 整个竹北地区20楼高的建筑 有330栋 房价一坪喊到40万元以上 唯一缺乏的是商业机能 影城停摆让吴漾 跟新竹县政府都觉得可惜 我们竹北地区每年几乎都是 以平均大概6000人的人口增成长 其中有7.8公顷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台大医院 要在这边设一个设议院 这个会预计是在民国107年的时候 会有728个病床会做完成 中间它最主要的除了园区医院之外 当然它还主重在所谓的医材的部分 在每一个车站的厂站开发的计划 必须要开始要非常完整 而且要及时地开始要进行 把每一个车站的定位 都把它定为清楚 看看那个车站能不能变成一个吸引区 让大家会到那边去做消费 或者是做一些相关的产业活动 那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增加我们边际 刚刚讲的营运的效益 设站太偏远 运量跟站体的开发不如预期 也反映在高铁嘉义站上 周三下午高铁站排班的计程车等了好久 才等到一位乘客 差不多有一天整天都在这里排的 一趟都没带班吗 就是一个下午两趟 下午两趟 半夜再两趟这样子 这样可以不够为止吗 这样收入够为止 不一定 就是看你的运区好不好 运区好的话就 长途的就有 如果一趟才一两百块就没办法 在这里司机平均一天只能载到六趟 太宝因为靠云林很近 偶尔也会接到云林的乘客 如果明年云林湖尾站加入了营运 对他们的生意更是雪上加霜 需要搭车吗 当然啦 大家要想后路啊 就是往市区看有没有无限天可以参加 不要这样子啊 不能专攻这里 跟高雄左营台中乌日新竹竹北站比起来 嘉义站显得冷冷清清 连外交通只有高铁接驳车跟嘉义客运 没有台铁 站外更是一大片未开发的空地 当初高铁为什么他可以提出政府的出资 是因为他把它看成他旁边的每个厂站 周间的土地开发是一个庞大的利益 然后他借由这个庞大的利益赚的钱 然后来补高铁这个缺动 我说你们这个厂站开发绝对成功不了 为什么 坐高铁的人两种人而已 现在现阶段哪两种人 商务旅客观光旅客 通勤旅客是不会去坐高铁的 然后他们到了站了以后 他们怎么样 马上就要去他们的地方 他们不会留在高铁车站附近逗留 这里是彰化高铁站盖在田中 工程人员在二楼月台赶工 彰化站目前达成率八成多 预定七月完工 这个范围 这来拔掉一下 彰化以花卉闻名 所以暂体大厅也以花朵为设计的元素 从高铁二楼月台往外看 占地200多公顷的高铁特定区 还是一片黄澄澄的土地 连外道路有了雏形 根据彰化县政府公务处的规划 未来连外道路 一条可以接东西向快速道路76号临措交流道 一条接国一莆田交流道 还有一条到八卦山南园 接即将增设的南投云林交流道 但也还没有铁路支线 所以整个我们张南地区的交通运输 我们是希望说都非常的方便 在30分钟之内都能到达一个 我们主要的运输的节点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站之后 我们可以串联我们的园林 甚至于到比较远的路港 我们把它做成我们彰化自己本身 我们彰化县的一致的旅游 县政府目前计划引进花卉产业 和自行车零件制造专区 我可能我不会向别人一直去争取 什么高科技或者是什么 我可能有花卉的部分 有可能有我们的工具机 自行车业的部分 那这样子才符合我们当地的需求 而且才会造成产业的群聚效应 南港 苗栗 彰化 云林 四个新站预定7月完工 除了南港有三铁共购 苗栗 彰化 云林都属于农业线 在地人口从4万多到7万左右 增加四个站 除了行车时间要拉长十几到二十分钟 根据交通部的预估 未来这四个站 约各增加1%的运量 那它的所增加的量 其实是有限的 但是增加的量跟我们所增加的 边际的成本比较起来 边际的营运成本是增加的 因为我们多停一个站就要耗费时间 多一个厂站 你要有所有的这个新建的成本 跟营运的成本 我觉得很多人感觉就是说 高铁就要变成自强号 好 那高铁原来的快速的价值 能不能够去维持 今年1月8号 高铁采改方案 在立法院被国民两党否决之后 交通部长叶匡时下台 新接任的部长 重申政府接管高铁的决心 但是高铁真的非要走到破产 由政府接手这一步吗 一定要政府 所以政府接手 才有办法让高铁有它的未来 那我还没有提到 包括它的未来的连外道路 连外的这个这个的一个 轨道的衔接 我常常提个例子 无日就好 我们坐高铁到了无日 我们要进台中怎么进去 只能坐计程车 只能坐接驳公车 可是当你要把台中 现在开始要盖捷运 甚至于它的所谓的BRT也好 你把它拉到高铁来 是不是让整个台中的整个的市民 它家都可以非常的方便 台中乌日 高铁全线最大站 下车时间人潮最多 往返台北台中 运量全线第一名 这里有台铁新乌日站转程 一楼有完整的接驳资讯 但是出了乌日站 并没有什么人潮 高铁必须意识到说 没有地方的公共运输 它就不会有 它的运量就不会提升 商务客已经饱和 大概就是这些 然后再加上产业外移 产业结果转型 商务客的量可能还会再掉下来 那你怎么去把这个广大的生活客 带出来 行政院长应该赶快站出来 成立一个好的特别的小组 根据大家的建议 我再重新提一个 这个 maybe 去修正的方案 那 都比破产 都比政府接管要好 其实就我的一个立场是说 有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管理它 我觉得这才是可能是一个耽误自己 政府都手上都有那些资源 然后可以把它整合起来 价钱如果稍微再低一点点会更好 我觉得100块左右 高铁到底会不会破产 赎回特别股的诉讼将见分享 朝野政党如果不能合力解决高铁的财务问题 这会让高铁问题恶性循环 最后要由谁来救高铁呢